Hi 大家好 我是阿岳 大锤一直是我最爱的武器之一 扎实的打击感 简单暴力的输出 不必复杂的前置条件 就能打出极高的伤害 是身为棒球爱好者的必玩武器 今天这支影片要跟大家分享 量产型大锤的入门教学 让人人都能快速的学会大锤的精髓 因此我只会分享最实用的连招与重点 以及好用的配装 交换剂与猫饭 希望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 那在本片开始前 先跟大家报告一个超级好消息 功能超强大的Gamemir 电玩酒吧 连发容易手把 我们跟台湾原厂争取到 全台最便宜限时团购啦 即日起开团到8月31号 你只要去任何一个平台比价 就知道这个优惠真的是给很大 单价都比市面上便宜一两百块钱以上 所以优惠是限时限量的 错过就没了 除了手把还有很多的配件 如大家最需要的 转接充电头 手把收纳硬壳 手把接电脑的无线传输器 Switch 主机收纳箱等等 应有尽有 欢迎有需要的朋友参考看看喔 优惠不得认 卖到赚到 好的 本片开始啰 大锤共分为两个蓄力状态 从而分出两种打法 分别为泳锤和五锤 泳锤为破晓更新后发展出的新流派 讲求的是灵活的攻击 而五锤则是完整保留了过去版本的打法 攻击段数低但伤害较高 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哪一种打法 两者的降虫技伤害都是相同的喔 对于刚入门的新手而言我认为泳锤比较适合上手 所以此影片就以泳锤为主进行教学 而泳锤与五锤的教学 我之前就做过非常详细的影片 也非常欢迎大家参考看看喔 在泳锤模式下最实用的打法就是 ZR蓄力三连 ZRZR加ZR咯 越打越痛 晕眩值高 硬值也很小 能够360度调整方向 而且在准备动作中可以随时闪避 还能保持蓄力 是大锤最好用的蹭伤神技没有之一啊 然后重点来了 如果你仔细观察 你就会发现在按住第二下ZR时 我们的蓄力颜色会从紫光立刻跳回白光 这代表大锤的蓄力段数已经到达最高了 只要在这个状态下施展翔虫剂 流星穿地戟以及铁虫回转攻击 它们的伤害都会是最大的喔 因此只要你看到魔物倒地 或者是出现大硬值 最好的应对方法是先打出一个ZR给予伤害 然后再按住ZR发出白光 就可以立刻上翔虫剂 打完后如果魔物还仍无法行动时 我们该怎么办呢? 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 ZR加A能将紫锤转黄锤 而且同时黄锤是立刻蓄满的段数 这个时候往魔物落点移动方向键 并放开ZR就会使出转转锤 转到第四下的时候按X就会使出拳雷打 然后立刻按下A加A就会使出超强的终结技 这段输出能达到7500以上 因此只要魔物出现倒地或者是掉入陷阱 推荐一定要用这段连技 伤害非常的逆天 最后记得要用ZR加A换回紫锤 这样子就差不多完成大锤最基本的输出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接下来是一些重要的交换技讲解以及进阶技巧 第一点冲锤爆裂技 伤害不高但是可以为我们上60秒的BUFF技能 在这段期间我们所有的蓄力攻击都会额外增加伤害 并容易使魔物短缺 因此我的使用习惯上是尽量随时保持有BUFF的状态 并透过高速更换让我们也能在关键时刻 打出最高伤的流星穿地戟 第二点这次新增的交换技 蓄力移步 具有大幅度位移以及无敌针 让大锤可以玩得非常的灵活 我们可以透过此招闪避攻击 也能瞬移到魔物的弱点进行打击 是一个兼具输出与保命的好用技能 第三点水面打击时在拔刀状态下 魔物即将攻击到你时或者是龙吼时 按A就能无伤GP 成功GP后可以按A或者是X 就能给予很高的输出反击权雷达 再按住ZR就会有白光的蓄三段数 可以立刻再反击给予很强的输出 或是GP后可以不要按A或者是X 直接按ZR也会给予白光的蓄二 因此能够有把握使出水面打击 对于输出有不小的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在蓄力状态中 是无法使用水面打击的哦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崛起一开始的版本 只有黄锤柜捞飞队友 但不知道在哪一次改版 指锤的蓄二跟特定几个全雷达的动作 都会打飞队友 不仅影响队友的游戏体验 也会降低整体的输出 实在是一个非常机车的设定啊 因此建议在多人合作中 我们要注意队友是否在旁边 如果队友在旁边 我就改不会撈飞队友的招式 像是刚刚介绍的转转锤 我就会改用闪电五连锤了 俗称岛年糕来取代 虽然伤害会少了一点 但至少可以让队友安全的输出 蓄二的撈飞 我会在没有的队友的时候才会释放 这边要请大家特别的注意哦 配装方面 大锤是一个可以玩纯物理输出的武器 一套打天下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 浓素材 也能用来养其他需要数工的武器 配装可以参考我之前分享的毕业装 不必带战斗猫 带收集猫也能拥有百报的彗星率 那这一次的配装做了一点调整 那这一套就是 攻击、看破、洛特、超会、翔虫全满 基本上就是把攻击力推到最高了 但需要带战斗猫约70%的覆盖率 才能达到百报 后续就看8月份的更新 洗装备看能不能再补多一点技能 相信有带过收集猫的列友们 都知道收集猫有多好用 刷了老半天刷不到天灵或者是霍玉 收集猫都有可能帮你偷到 除非你已经完全不缺素材了 不然收集猫真的是居家旅行打龙狩猎的必备良品 交换剂的部分可以知道我这样配即可 建议开场先使用冲锤爆裂极 再趁机给予铁虫回斩攻击 再切换回流星穿地集 等增伤效果结束后再切回去上buff 猫饭的部分我建议是吃这个 如果是打比较没有危险性的魔物 则可以把大毅力换成其他的辅助技能 相信会有不少人会问 为什么不把KO术放入配装呢? 其实是因为在魔物系统的机制里 随着魔物每昏厥一次抗性就会越来越高 在边境效益递减的法则下 提升KO顶多就是加快魔物昏厥倒地 而不是增加魔物倒地的次数 宛如使用闪光弹 魔物到最后就完全免疫了 因此如果是个人狩猎 我会推荐吃KO术加快魔物倒地 缩短狩猎时间 如果是多人狩猎 我就会建议可以优先去选择其他的技能喔 这次的量产型大锤的教学与配装 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若你有希望阿月优先做哪一款武器的教学与配装 或者是相关问题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讨论喔 俗话说 攻欲散其事必先利其器 身为一个优质的猎人 狩猎前必定要先将身上的给西准备好 Gamenear龙文和龙翼特式款手把 拥有五段阵度调整 自动连发、长按连发两种模式让你轻松操作不手酸 并支援陀螺仪让我们在使用弓箭、轻重弩武器时都非常的顺手 增加NS唤醒、Amiibo的功能 而且还能在NS PC 双平台适用 我最爱的特色就是按键的回馈触感极佳 容易特色在握把上强化抗汗抗膜的表面处理 即使长时间握着手把 手感依然非常舒适 更棒的是台湾公司保固18个月 手把出现飘移或者是按钮故障都能免费换新 让你玩得安心有保障 我敢说只要用过Gamenear的手把 你就回不去了 非常值得猎友们参考看看喔 我们从崛起就创立了LINE社群 以及DC方便猎人们交流组队 影片资讯栏与置顶人员都有点结 点选即可加入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一起玩游戏交朋友喔 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 后续我们还持续分享更多的游戏小知识与剧巧 和相关的配装欢迎订阅打开小铃铛 或者是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一起交流或者是追踪更多资讯 支持我继续创作并散播欢乐给大家 一起来玩游戏吧 谢谢收看我是阿月 我们下次影片见啰 掰掰